顺治皇帝及清朝的第四位皇帝 他在位期间国家政治稳重 经济繁荣 社会安定 然而他本人的生活却充满了戏剧性 虽然顺治皇帝仅仅活了23岁 却留下了14个孩子 尽管他对董厄妃宠爱有加 但这14个孩子并非都出自董厄妃之手 本文将探讨顺治皇帝的家庭史 皆是这位短命皇帝后宫与子嗣的真相 顺治皇帝在位时 清朝后宫拥有众多妃嫔 他的后宫中除了董厄妃 还有其他的皇后 妃子和嫔妾 这些女子来自不同的地域 家族和背景 她们在后宫中争宠敬爱 努力为皇帝生下子嗣 顺治皇帝的14个孩子 分别出自这些妃嫔之手 而非仅仅是董厄妃所生 优优独վ